多少钱才释放我儿子回来 十五亿 那你要保证 我儿子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如果不成 我这辈子什么事都不干 就专照你一个人 全身捆满炸药 张口就是十几个小目标 这可不是电影 而是真人真事 我是个讲信用的人 我希望你也是 我 大富豪 今天答应你 以后 不碰你立下任何一个人 只买你的股票 九七香港回归前 英军大举撤离 有一段时间真空气管制松懈 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这时滋生了一个时代枭雄 汉匪龙志强外号大富豪 此人只绑有钱人 短短两年时间 首富李嘉诚长子李泽聚 和第二富豪郭炳香 都幸运遭遇他的绑票 分别拿到了十亿三千万和六亿的赎金 犯罪金额之高 被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权 但由于他挥霍无度 绑完又绑对社会危害极大 此事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大陆公安玉将其团伙一网打尽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这天阿勒晃晃悠悠来到吉尼家蹭饭 平日里抠抠嗽嗽的阿勒 这次居然带了一份烧鹅 吉尼瞄懂 这家伙这顿蹭饭肯定不是普通的蹭饭 但聪明的他隔天 还是被忽悠到了广东公安 吉尼本以为这只是两地警员的学习交流 谁知道阿勒直接给了他一记强心警 我要你做卧底 陈吉尼 你别玩了 几十岁的人了还做什么卧底 有色光盘的大声音 只是个一身正气的拆弹专家 他们的目标正是龙志强 龙志强团伙里的制弹专家刚被当场炸死 急需一名更优秀的制弹师 古仔不想再做卧底这种高威之事 无奈阿勒的激将法太狠 加上内心饥饿如仇的冲动 最终又走上了卧底的道路 龙志强非常疼爱自己的弟弟龙志飞 而龙志飞玩是不公好赌烂赌 整天泡在一家地下赌场赌博 背着哥哥欠下不少赌债 古仔化身三年前失踪的混混和紫阳 他们设计的突破口正是龙志强的弟弟龙志飞 不料这时大批警察突袭赌场 赌客们纷纷落荒而逃 正当龙志飞手足无措时 古仔集中生智砸开了屋内的排风扇 龙志飞也尾随爬了出去 可两人来到后门铁门却紧锁 龙志飞急忙操着铁棍不断敲击 可如何用力还是打不开 冷静的古仔环顾四周 发现地上有一堆浓用尿素 又见旁边的桌上有浓缩漂白水 他集中生智迅速自制了一个简易的炸药 随着轰隆一声门锁被成功炸开 二人撒腿就往外撩 怎想到前面还有一个大门 做戏做拳套 古仔舍身帮助龙志飞翻了出去 自己则当场被捕 没一会儿阿勒便来看守所里探视他 龙志飞跑路去了太阳 两天之内 他的人很快就去鬼哥那边摸了你的地 还好我及时掐住鬼哥 跟他谈好 就算摸了你的地也没事 我估计你出去之后 一定会有人联络你的 几天后古仔顺利出狱 不过来接他的不是龙志飞 而是一个身材火辣的长腿美女 飞哥让我来接你 等等 你不坐这辆车吗 古仔瞅了一眼这辆破本田 再看看长腿美女的跑车 无可奈何转身准备去开车 没想到这破车居然还锁门啊 这是美女开车过来 美女名叫兔兔 是贼王龙志强的马 追得到我 有清晰 兔兔兔直接告诉我去哪更好 二人在路上展开一场追逐 兔兔的车技一流猛红油门考验着他 可二人硬性条件实在相差太大 于是古仔选择了超径脑 很快就追上兔兔来到了废弊工程 不错啊 现在干嘛 进去就知道了 董子洋 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 在你身后的火柜里 看着如此破烂的车厢 谷仔想也没想就走了进去 但刚进去就被锁了 原来送给他的事 一枚土质炸弹相机 还有一堆煤气罐 谷仔明知是测试自己 但还是忍不住演一波 各位飞哥 你不信我就别找我来啊 先搞定里面的东西 你以后想要什么 要想要什么 哦 really 好啊 说完他便摆好相机脱下衣服 淡定点上一根滑足 然后开始对炸弹研究一番 发现这炸弹做的真垃圾 他本想给龙志飞几人 科普一下炸弹知识 却被对方催促赶紧动手 见几人这么不爱学习 谷仔懒得废话 直接出手拆除了引爆装置 撤掉了 过来看 死到临头还敢跟我装帅 炸死 哎 慢点 给我 打不通 包不了 谷仔告诉他做炸弹的人 太菜鸟了 正确的是封住电话 让电话卡拔不出 电话都打不通 包你个毛啊 见自己精心设计的杰作 就这么被嘲笑 龙志飞也没了办法 赶紧让小弟放了谷仔 但这时谷仔突然同心未免 顺手在电话上设置了定试器 你是不是想看 赫水烟花表演 话音刚落人便跑了出去 小弟在愣了两秒后 才反应过来赶紧跑出集中箱 再慢一步估计就真的犹如烟花了 就这样谷仔用自己的实力 再次赢得了信任 可这还没完 几人接着各种试探和拷问 好在谷仔记忆力好 早已将卧底资料记得拱瓜烂熟 对答如流之下成功过关 就在他以为将去见龙志强时 却被带到了医院 原来他们要用何紫阳女友来证实其真假 哎 你的女人快生了 不会吧 我女朋友前几年嫁去美国了 嫁去美国那个叫江琪雪 一年前不又在东莞认识了一个吗 你不记得了 东莞 我深圳有一个 惠州有一个 香港也有一个 她叫什么 张晓英 看着病床上的两个女人鼓仔懵圈了 因为资料中并没有这个女人的介绍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突然起身 对着她一阵扔东西 她刁蛮的样子跟我女朋友很像 说到女友你还单身吗 找对象就来真的 上千手主打高学历高质量 全面信息多重审核假人秒锋 找对象掌握选择权在欣赏你的人里面挑你喜欢的 找对象就用牵手 见女人主动相认骨仔赶紧凑上前去假装安慰 争吵声惊动了医生立刻赶来稳定女人情绪 看着医生是自己上司 鼓仔这才知道是上司安排好了这一切 随后华哥将他拉到一旁 告诉他这个女人是他的疏忽 所以第一时间赶来补窟窿 在小弟的催促下 鼓仔只能暂时平息怒火跟随他们上了车 不料却突然被下毒手备用药给迷晕 等再次醒来时东莞仔出现在他面前 将两张高药贴在他太阳穴上 这时鼓仔认出了东莞仔 原来几年前执行任务12人曾经打过交道 见鼓仔认出自己东莞仔玩儿一笑 并未直接指出他的身份 似乎有更大的阴谋 随后他给鼓仔注射了一击不明液体 鼓仔意识开始慢慢模糊 此时真正的大佬现身 龙志强开始逼问鼓仔真实身份 你知道测谎仪真的会测出谎言 鼓仔在仅有的意识下将自己手掌刮破 让疼痛使自己保持清醒 鼓仔回答后测谎仪开始出现曲线 东莞仔知道鼓仔在说谎 可他却没有揭穿 再次冷冷一笑 在疼痛和药物的双重作用下 鼓仔又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兔兔就在他旁边 你醒了 你不该来这儿的 我们没有办法 你足身陷 你还可以回头的 鼓仔没有回答兔兔准备离开 这时龙志强带着人出现 为了补偿前面对鼓仔的伤害 龙志强也非常破终 直接拿出一百万摆在他的面前 这里有一百万给你的零钱 最后一单活我能分到多少钱 一亿 这个是我的新目标 这是地标 我早就猜到了 要不然我们跑澳门来干什么呀 我聪明吧 你聪明 你聪明就不用留下那么多烂摊子让我填了 你聪明 聪明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包你去泰国了 你聪明 我就不用去赌场给你还那么多钱 你聪明 我早就去了夏威夷享受世界了 记住眼前的这个男人 因为他的出现 各界的商业大佬都纷纷请雇佣兵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只因他们的身份各个都不简单 他叫龙志强 是整个绑架团伙的龙头老大 他们专门绑架商业的大佬来勒索赎金 在短短的两年内就勒索了将近三十亿 然而贪婪的龙志强并不满足于现状 很快他就将目标锁定在贺布凡的身上 他是全澳门最有钱的人之一 而这次要勒索的赎金是二十个小目标 兔兔已经在山顶医院坐了六个月了 每次他打针都会找兔兔 就证明他已经上钩 我好久没有谈恋爱了 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去我新开的酒店 总统套房一起吃饭了 信封里的文件只可以自己知道 不可以给别人看 文件的内容就是你们每个人要负责的工作 开工前三个小时 我会将全盘计划 仔细地跟大家讲一次 这是东管仔起身提议 将所有的通讯设备和对讲频道 由自己分配管理 一年到时候被某些人连累 此话一出 龙志飞立刻暴跳如雷 他知道东管仔是在指桑骂槐地说自己 刚准备起身发泄怒 被龙志强一脚踹翻在地 接着就缓缓走到东管仔旁边 龙志强知道他还在为老婆的事情怀恨在心 给我个面了 反正做完这一单 我就向着收山了 到时候大家分道钱 我去我的夏威夷 你去你的比利时 我要加价 十五个点 十个点 解决完两人的矛盾后 龙志强就让卧底阿勒连夜制作出一件炸弹背心 在安装的同时 阿勒暗中把窃听器也装了进去 看着阿勒做的遥控炸弹 龙志强颇为满意 而回到房间后的阿勒第一时间拿出耳机窃取他们的对话 殊不知龙志强正利用他卧底的身份正在一步步完成自己的计划 原来龙志强早已知晓他卧底的身份 但他并没有表明卧底到底是谁 隔天一早 他就带着兔兔一起前往高尔夫球场 而毫不知情的阿勒见状急忙找到一辆出租车跟了上去 当他看到兔兔正在和企业家马空腾在一起后 立刻意识到贺不凡只是烟雾弹 而身价百亿的马空腾才是真正绑架的目标 于是他偷偷顺走一部手机向华哥汇报情况 得知这个消息的华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并派出大量警力前去保护马空腾 转眼到了吃饭的时候 一个男人静止走来坐在龙志强的旁边 当阿勒看到是白天的出租车司机后 瞬间意识到自己中了对方的肩脊 1962年香港广华医院出生 单亲家庭长大 19岁 中学毕业 就去当警察 你在巡逻的时候 他获一宗枪系案件 升了职 调去了反黑 做了六年 自愿申请 去报复处理组 做个小组长 我想的对不对 随后就趁吃饭之际向阿勒坦白了一切 而等阿勒意识中计后早已为时已完 但龙志强并没有将他灭口 只是让手下把他暂时打晕了过去 接着便开始对真正的目标 赫不凡实施绑架 众人分工明确 龙志弊三人拉着行李箱先行来到酒店 东管仔则利用高科技将保安室的监控进行处理 而兔兔见时机成熟后 趁其不备将准备打豆浆的贺不凡迷晕过去 几人里应外合进入贺不凡的房间 将他强行塞入行李箱内 接着就对房间的各个角落进行地毯式清理 以保证屋内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搞定一切之后 众人经过一番乔装打扮 就从里面大摇大摆地朝外走去 很快贺太太就收到绑匪打来的电话 由于贺不凡在商界影响力颇大 再加上担心自己老公的安慰 贺太太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报警 隔天一早 龙志强就将阿乐带到户外 并得他强行穿上一件自制的遥控炸弹衣服 让他去贺不凡家里收取赎金 以前呢 我没钱的时候 我胆子很大 现在挣到钱了 我竟然胆小了 所以呢 就希望你 穿这件衣服 帮我走一趟贺不凡家里 收钱 你就当帮帮忙吧 帮你老妈 你别说我老妈 可龙志强前脚刚离开 东管仔就将一个字条 偷偷塞到阿乐手里 而里面写的正是 解除炸弹的唯一方法 如果你认为东管仔是良心发现 那就大错特错 而警局这边 华哥一直还在保护着马空腾 完全不知道阿乐已陷入危险之中 很快阿乐按照龙志强的指示 来到贺不凡的家里 进去之后的阿乐示意 他们不要说话 他一边传达龙志强发出的指令 一边想方设法表明 自己是警察的身份 并把华哥的联系方式 也告知了贺太太 现在是大太太跟我说话吗 是 她是大太太 你要多少钱 总共二十亿现金 港币 旧钞 不连号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 给我两天时间好吗 不用跟我说没现金啊 自己是我弟 在你下赌场里 三个小时就输了两个亿啊 没现金 我现在给你五个小时 去凑齐现金 如果我见不到现金 我就叫贺不凡 看成就快 贺太太按照龙志强的要求 去凑齐现金 同时派儿子向警局内的华哥 通风报信 接到通知的各个厂子 开始紧急筹备现金 很快就将二十亿现金 运到贺不凡的家里 而此时的华哥 也伪装成保镖混入其中 阿乐则趁这个空隙 让保镖搭建了一个 简易的防暴区 利用东莞载给出的提示 在警员的配合下 成功将身上的遥控炸弹拆开 并将里面的窃听器 和定位器取了出来 就在阿乐和华哥商议对策之际 贺不凡的儿子突然闯进来 通知他们钱已经全部凑齐 收到这个消息的龙志强 很快打来电话 要求阿乐三十秒内 走到屋外可以看到的地方 无奈的他只能再一次 穿上炸弹衣服 在确认里面是二十亿现金后 龙志强就向阿乐下达最后的指令 就在众人打算庆祝之时 东莞载偷偷将人质的藏身之处 告知给阿乐 收到消息的阿乐随即和华哥取得联系 双方在一处仓库内会合 阿乐将定位器叫给华哥 让他前去九奥油库码头拖延时间 自己则前往竹湾别墅就出货不凡 临走之际华哥将身上的配枪交给他防身 很快阿乐就孤身一人潜入别墅内 可东莞载这个老六不讲武德 偷偷拨打阿乐的电话导致他的位置暴露 双方随即展开激烈的枪战 就在众人前去追赶阿乐之时 东莞载趁机从背后偷袭将两个小弟姐 此时的阿乐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东莞载的阴谋 眼看无处可逃 他抓起炸弹朝楼下扔群 紧接着一枪将他引爆 瞬间把屋内的几个小目标炸得满天飞 而赶来的东莞载也趁此机会对着龙志飞连开竖枪 成功为自己的老婆报仇血分 就在他把枪口对准龙志强之时 兔兔及时出现和他扭打在一起 不料被东莞载一把推开 自己也不幸身中竖枪倒地不起 东莞载见状也向外逃去 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 怒火中烧的龙志强彻底失去理智 直接捡起弟弟手里的枪朝他们杀去 逃出别墅的东莞载直奔外面的运超车 打算带着这二十个小目标远走高飞 不料被追来的龙志强一枪打中肩膀 看着对方雨点般的子弹朝自己袭来 东莞载只能暂时找掩体躲避 你们两个混蛋都出来 老爹 我帮了你的 帮你个头 你这个混蛋搞这么多事 就是想探这些钱 你要人 我要钱 我要你们两个死 这时阿乐趁其不备直接把运超车开走 眼看主熟的鸭子飞走 龙志强和东莞载二人急忙开车前去追 而阿乐也借此机会向华哥汇报情况 何不凡还在别墅里 立刻派人去救他 我立刻通知澳门司警 我抢了那笔书金 龙志强咬着我不放 我现在去往路荡的后架 我有个提议 你现在引他去关口 广东省国安告诉我 只要他过了关 他就插湿南飞 一番激烈的追逐过后 眼看就要到达关口之时 东莞载猛踩油门朝阿乐撞去 车子瞬间失去控制 后面的现金也被撞得洒落一地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气急败坏的龙志强加速朝运超车撞 把两辆车同时撞到路边的护栏上 东莞载因剧烈的撞击伤势严重 临死之前 还用手不断地抓向车窗外散落的钞票 但最终还是怀着怨恨闭上了双眼 为了将龙志强绳之以法 阿乐强忍疼痛把运超车开到关口 随后便走下车将这20亿拱手相让 而现在的龙志强早已失去了理智 直接开着车扬长而去 当他开车冲过关口没多远 就被警方埋伏的狙击手一枪打爆轮胎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警方团团包围 自此一代贼王就此落寞 汉匪龙志强也将迎来最终的惩罚